曾经他是贺岁档的常胜冠军 如今冯小刚的最好票房成绩还停留在六年前的芳华时期 这部影片斩获了14亿的票房 还捧红了一众新人演员 包括钟楚希 苗苗 杨采玉等人 尤其是那一段舞蹈 舞的青春朝气有活力 六年之后 苗苗和钟楚希再度合体 还带给了观众们一抹回一沙 这两位演员出现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他们表演的是芳华中的经典舞蹈荣华 和当初的感觉一样 穿着短袖 短裤 大袖曼妙的身材 六年的时间 两人似乎都没有什么变化 不得不感慨 冯小刚的眼光是真的很毒啊 总体来说 美都是很美的 钟楚希是更高级脸的锐利美人 苗苗气质更为温婉乖巧 根据相关的资料 芳华选演员的时候 小刚炮亲自坐镇 亲自面试了一千名女孩子 选主角不仅要求要全素颜 从妆容到服装 都是很严格的 穿了丝袜 露个背 也会被淘汰 根据冯小刚的采访 他说 这里不是夜总会 对着明晃晃的大灯 脸部不加掩饰的演员 才能进入他的视线 一句话落地 只剩下两百个女孩在原地了 正是这一份苛刻犀利的眼光 电影播出之后 演员们的形象气质 包括演技都很受好评 然而 六年过去了 当初挑选的三美 如今的发展却截然不同 先来说说苗苗 在电影中 苗苗和钟楚希都算是女主角 苗苗扮演的是善良真诚 却备受歧视的小平 她心里暗恋着刘峰 却因为性格的不合群 一度很孤立无援 越是没有被善待的人 越是珍惜善良 在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 冯小刚甚至要求剧组的人都孤立她 让新演员能够尽快入戏 苗苗在操场上的一段独舞成为了名场面 也感动了很多的观众 然而 可惜的是 苗苗在这部电影之后 却选择了结婚生子 回归家庭 很少街拍作品了 但冯小刚还是很看重她 在很多的场合都带着苗苗 还让她给大家跳舞 让别人看她自己挑选的女主角如何 欣赏之情异于言表 影视圈演员更新换代太快了 现在想要再次看到她都很难了 不过 苗苗和小平的性格有一定相似之处 内敛低调 也许 浮躁的娱乐圈也并不适合她 回归家庭 做个贤妻良母 还有郑凯那样的好丈夫 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而钟楚希和杨彩玉 算是踏上截然不同的一条路 和苗苗退居家庭比起来 钟楚希出现在观众们视野中的几率就高了很多 各大红毯 节目中她都是常客 钟楚希也是上戏表演戏毕业的科班演员 在出演芳华之前 她演了一些影视剧 都是很小的角色 不温不火 风小刚就是她的伯乐 她出演的萧穗子温婉浪漫 在电影中有一段吃西红柿的镜头 让人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的质朴 她这次和苗苗合体跳舞 节目组还特意添加了这一段戏 说明真的是出全了 在演完穗子之后 钟楚希的影视资源上了很大的台阶 每一年都有好几部爆款作品播出 有网友觉得钟楚希的五官很高级 她也凭借颜值和气质拿下了很多的时尚子语 但是人红了 伴随着她的质疑也一直都没有停过 当初冯小刚明确提出不要整容脸 钟楚希却传出了整容风波 后来她回应说自己只是瘦了 明明拍了很多的戏 但是口碑铺接的确实一箩筐 同时还因为营销过度 口碑被连累的不少 在十岁的时候就想要走张子怡的路 如今却距离张子怡越来越远 让人颇为感慨 真的是大红靠命 小红靠捧 杨采玉出演的作品也不少 好比今年她演绎了《扫读三大疆》《大河三》《欢乐颂四》等等 都是很有潜力的影视作品 但是每次上热搜的都是和作品关系不大的 在之前还因为出演了瞄准中不讨喜的女主角 演技被网友们吐槽了好久 相反是自己的一段忘年恋 资源开挂 不过也需要有相应的能力来匹配 六年时间三位女主的发展截然不同 取决于个人的选择 无所谓好和坏 不过有一样是肯定的 那就是小钢炮的眼光是真的很毒 女主都是个顶个的美